马股连续一周,外资禁流出 板块也是处于调整状态 个股还能够闭眼低息吗? 当市场偏震荡和弱势的时候 如何继续稳定的巡牛赚钱? MG今天会给大家分享两到三招 一定记得看到最后哦 欢迎大家来到Homely Lunch 今天是2023年12月8号的中午53点 给大家来做一个Homely Lunch的市场减评 主要呢,现在行情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的上涨 反而继续在调整当中 马股有一个特点,跟跌不跟涨 在11月份跟着美股 怎么说呢?受到一点点影响啊 虽然不是说特别大,但是只要美股呢 稍微震荡一下,基本上啊,它就会调整的更厉害了 那其实呢,美股呢 在11月底到现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是比较横盘 还没有特别跌哦 但是我们的马股呢,就会调整的比较厉害一点 就开始外资净流出了 那想要持续赚钱的股民们应该怎么办呢? OK,今天重点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哦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如果是第一次收听视频的朋友呢,可以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来第一时间收听到出品的内容 会员朋友和粉丝朋友呢,记得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给身边需要帮助的股友们 本视频呢,所提到的股票没有任何推荐嫌疑和买卖建议 大家需要注意投资风险 我们看一下刚刚说的外资情况 本周基本上是流出的 流出的幅度呢,大概是接近100个Million 是在周一和周三的时候 那么整个当天上涨 个股超10%的股票呢,不算特别多 连30个都没上 周四28个 而且这里边可能有一半都是属于这种异动的 非常的小的不活跃的股票啊 所以呢,整个市场啊 我们看到啊,交流量的话也降下来 降下来直到了很接近30个亿 周五的话,虽然它的个股上涨比较多 但是也只有20多个亿 说明整体的活跃度也是降低很多 交投会偏淡静一点点 而对比美股的市场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SPX啊,标普五百 标普五百我们刚刚说到了 它只是一个震荡而已 我们看一下 标普五百 它是由原来的强势上涨进入到震荡阶段 所以还不算走坏啊 只不过是上升趋势走缓 但是对于马股的效应 影响效应呢,是成杠杆性的影响 现在美股又出现两个牛二了 两个牛二是在横盘里面出现的 有效性有待打折扣 所以现在美股还没有完全走出 牛九后的横盘 牛九是一个拐点啊 那么它的拐呢 是由上升趋势进入到横盘趋势的拐 这种叫做上升趋势放缓 也是一种变盘讯号来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重要的一个点呢 就是这个对应的整个市场的资金情况 紫色的这个操盘线还没有完全进去啊 所以这种昨天的上涨呢 都是比较不够力的 对吧 什么时候进去啊 这个地方进去了一下 但是呢 因为只有一天没有稳定 也不能够算啊 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下 美股的一个情况 我们才能够推导出来马股更大的一个机会 我们说在11月的10月初 我们看一下在10月初 整个市场呢 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上行阶段 当时呢 聊的最多的呢 就是手套股 对吧 那么它涨到什么时候呢 涨到这个地方是在 我们看一下啊 11月15号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一波美股的话呢 差不多是11月份开始涨的 最高点呢 是在12月初 整个一个月的时间 马股稍微提早了一点点 对吧 提早了一个月 然后呢 结束也是提早了 差不多 这边是从10月初嘛 到11月15号 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啊 但是涨幅比较有限 它比马股 比美股呢 提前调整 对吧 最近调得更弱了 形成了一个什么 高点降低 还有呢 低一点降低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 整个飘带 由白色的 多方控 占优的欢乐带 变成了黄色的死黄带 所以指数方面啊 其实没有特别好 但是呢 好在什么呢 整个这一个横盘 还是没有结束的 我们看一下 我画一条线啊 这是我们之前画出来的 这个通道 其实是还没有跌破的 但是也是到边缘了 这种情况下呢 它可能会在这边 会有一个什么 支撑 对吧 那可能会有 波段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前提是要能撑住啊 要是没有撑住 对吧 你看这个地方是撑住了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波段的机会 指数的波段 大概是多少个巴仙 我给大家算一下 大概是1.9% 这个很少啊 那么对于个股来讲 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一波 大家知道 手套股的话呢 好的对吧 也有个30% 对吧 还不错啊 就是一个小波段 好 那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说明 整个市场的天气状况的一个点呢 就是整个市场上 有大资金控盘的股票来 现在是下降到6% 也就是1000只股票里边 差不多只有50到60只股票 是有装甲控盘的 这里边还要去除掉一些移动股啊 我们说的移动股啊 打一个比方 我们去Quotation里边 随便打一个吧 就是个股里边 我们随便打一个 你看我们排序以后 对吧 由最高TopGainers往下排 什么叫移动股啊 第一个就属移动股 对吧 都没什么量 它就今天涨了100% 基本上你很难够拿到它的 对吧 这种是比较移动的 这移动量的都不能够算数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从前往后 我们捋一捋啊 这个稍微有规律点 啊 这是SDM对吧 一个 应该都是移动股 这个不算 对吧 才一个 看到没有 这种只有11%了 两个 稍微就是一两个 你看着它涨幅超10%的 有差不多20个 24个 但是呢 真正能看得过去的 就那么一两个 所以市场呢 没有说特别好 所以我们才说啊 怎么样去在这样的市场里面 去寻牛 还是要什么 结合指数来看 当然看指数之前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KLCI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板块啊 板块来多数也是调整的状态 领先的也就1%啊 就1到2个percent这种的幅度啊 都算不上是临长 只能说扛跌 所以它这里边呢 比较扛跌的啊 或者是整个趋势 还没有完全走坏的 我们看 Utinnities 这个是 Utinnities在哪里 这个第二个 你看啊 为什么说它没有完全走坏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对吧 周线图一看就是一个调整 我们画一个上升区线 对吧 可以 这样子啊 画一个上升区线 周线啊 就中长线是没有走坏的 对吧 你看 这样子 画一个修正的趋势线 也是可以的啊 画一个修正趋势线 也是没有跌破的 中长线是没有问题的 那短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指标嘛 对吧 你可以画线啊 会画线的会 你就自己画线 不想那么麻烦 你用指标啊 看红利进出 红利进出的话呢 还没有完全啊 今天有一点点变成黄色飘带的感觉啊 但是没有完全变 它的庄家筹码还在70%啊 油龙显示在70% 所以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低息的一个区域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牛衣 是不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呢 是的啊 是的 那这种情况呢 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这个牛衣啊 因为它可能会断 打一个比方啊 我告诉你啊 你看 在这一天实际上也是出现牛衣 但是第二天就断掉了 对吧 今天又出现牛衣啊 它要比较大一点的这种阳线 那么最好的就是这个庄家的操盘线 再次传到这个柱子里边去 是比较好的 就像这一次一样 对吧 前面这儿 你看哦 它这边到牛六 看到吗 到牛六才钻进去的 对吧 所以呢 一个一可能会断 第二个呢 它可能会要多走几个 才会实现价格和资金同时的一个启动 这个是关于utility 但是呢 它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低系的一个品种啊 相对于其他板块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医疗板块 手套股啊 手套股板块 其实它也是属于跌破的一个状态啊 在日线上看是这样子的 周线上我们看看一下 周线上呢 还没有完全跌破 对吧 只不过呢 还是在这边酝酿当中 我们一直等着三浪 也还没有到来 这个是 它尝试突破过啊 有一些个股是有三浪了 但是呢 板块如果没有到三浪的话呢 个股它的上涨会打折扣 持续性也会打折扣 那看一下它的周线啊 就还在酝酿三浪 还没有完全走起来 其实也不是坏事 因为好的股啊 真的要大涨的股票呢 前面多黄一两枪 对吧 这是它的套路 好 日线上的话呢 高点降低 看到吗 这个是高点 高点降低 低点也是在昨天跌破了啊 低点降低 这是一个下行结构 那么它可以低息吗 看看有没有冰点啊 我们说的这个冰点呢 就是一定要看 这个地方 哎 是紫色的 当你把蜡烛 放在这里 是紫色的时候呢 说明呢 它进入了一个情绪冰点 实际上已经是 两天了啊 这个是熊一和熊二 但它已经两天冰点了 要密切去关注 有一些股票呢 它已经有冰点 而且今天有止跌的迹象 比如说哈达 哈达的话呢 应该是昨天吧 嗯 我们看一下啊 昨天啊 今天没有结束 已经连续两到三天 是冰点的状态 状态了 那么如果它的这个紫色筹码消失 并且最后一个蜡烛 被向上突破 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对吧 就是我们的机会 但是还有一个 你要安全一点的话呢 等它这个什么呀 的收盘架 站在这个白色的进攻带之上 才是比较好的 同时呢 操盘线进入到柱子里边 有位朋友说 我买了COSEM 哎 because它这边 看啊 这个地方 这个价格是不是占上 白色的飘带了 是的 但是你看啊 庄家的这个操盘线 有没有进住呢 没有 他说 我盘中看的时候进呢 哎 亲爱的 这个盘中不算啊 盘中进 因为它还会动的呀 要以收盘以后为标准 所以你还得要它稳定一点的话呢 收盘前半小时去看 如果是确定了 就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确定 那就算了 对吧 因为这个 它一直是在横盘里边嘛 你看啊 这段时间都是在横盘里边 横盘里边有动荡 是很重要 很很正常的 就像特斯拉一样 特斯拉每一次啊 这个你看啊 昨天这个庄家 进入到柱体里边了 但是实际上前面的 一天 两天 三天 它在盘中也进去了 但是你发现 你要买的的话 也是比较累的 对吧 那像昨天的话呢 它就进住了 那么 只能说明什么呀 它这个有启动的一个什么呀 信号 但是呢 它的价格区间 还是有一点点啊 对吧 还需要继续突破啊 还需要继续突破 但是它进住就比没有进住要强 它这是它的一个进展 所以我们刚刚说 这个手套股啊 哎 来 这个是top bluff top bluff的话也是有紫色了 你看到吗 已经是三天了 三天紫色 那就是DC的区域 大家一定记住了 你不要拿着仓位去DC啊 最好是空着仓去DC 除非你拿的那个仓位 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仓位 短线的仓位 在这边出现了九转 是不是就应该出来了 出来以后空仓DC 你才轻松没烦恼 而且还能够什么呀 有可能会一买就涨 什么时候紫色讯号消失 然后呢 被向上突破 同时这边进住 看到吗 就可以了 对吧 前面这个地方 它有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紫色信号 也没有关系啊 如果说进住 然后站上去 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现在有紫色 说明什么呀 是一个冰点的情况 还有啊 我们看这个5247也是一样啊 525247啊 这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啊 Corex Corex的话是这一天 看到吗 这就是成功的一个案例啊 它这边DC结束了 对吧 右边是紫色嘛 哎 这昨天消失了啊 所以我们就以 它最后这个蜡烛 收盘价啊 最高价为一个箱体 突破了没有 既突破了昨天的最高价 又占上了欢乐袋 对吧 但是昨天呢 操盘线没有占上来 那怎么办 如果你实在想买 少买一点啊 如果你想要再稳定一点 就今天买 因为今天这个庄家进住了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我为什么说 你这个地方实在想买 可以买呢 有的人说 不是一定要符合规则吗 因为它是一只上升趋势的牛股 它庄家是大于50% 所以你就可以对它宽容一点点 如果这个股票是下降趋势 形成这种 这种对吧 那你就不要买 一定要价格符合条件 而且 这个操盘线要进注 才可以啊 那是对于不好的股票 要苛刻一点 这个已经是好股票 咱们呢 宽松一点没有关系 是不是 所以呢 它这边可以买 今天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是 也是属于什么呀 低息 一个好股票 调整完了以后 起来的一个状态 你看 对吧 这个是我们讲到啊 这两个板块相关的 这个情况 还有呢 相关的一些概念股的 一些股票的一个举例 那其他板块的话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机会 当然还有一个是金融板块 金融板块因为它太慢了 对吧 涨了好的股票 有没有啊 有啊 但是你没有庄稼吧 总是会嫌它慢 对吧 你看我们随便打一个银行股啊 这个是Bank Islam 还不错吗 也有庄稼啊 也这个 什么 但是你说有庄稼的话啊 我们用那个六彩神动 看就是没有庄稼啊 这个是游龙 你看这个就黄色比较多 你随便算一段 这个涨了半天 也就7% 对吧 不是很多啊 所以这个是 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金融板块 它的走势也是不错的啊 只不过呢 可能个股票会慢一点点 你可以找一些 Morrent之类的去看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两个板块 其他板块就没有特别好的了 你看啊 这个Energy Energy也是有DC的信号 看到没有 它今天变黄了 昨天还是紫色的 我记得啊 前两天是紫色 诶 等一下啊 我记得它前两天是紫色的 稍等 在前面这个地方是紫色 对吧 这个地方是紫色 紫色消失了以后 残了一天 对吧 还往下走 这种下降趋势出现紫色 就不是很好的DC啊 所以我们说低不低息 先要看整体的股票的一个数量 对吧 好 那么分析完整体大事 我们说先大后小 我们看个股方面 怎么要去巡扭比较好啊 第一个最简单粗暴的 就是庄家超过50%的 你选出来大概是60多只股票 那有人说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选创新高的股票 实际上创新高的股票 就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刚刚说的啊 你有些股票它也是涨 但是因为它创了新高 但是它庄家不多 所以它可能会涨到慢的问题 对吧 最典型的就是一些 银行相关的股票了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啊 所以要简单粗暴啊 咱们就直接去选股平台 我们打开选股平台啊 给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我们去那个六财神龙 直接去选 比如说这边就放 放这个MCD50 对吧 很简单 MCD50 然后呢 直接就点选股就可以了 这个就马股里面 1000只股票 它就会选出 这个庄家控盘的股票 对吧 大概有 这有90只 不止60只 有90只 对吧 你看我随便打开一个 这种不是很活跃的啊 你就不要 你就是找那种呢 不要规律一点的 对吧 你看 这个730也选出来了 最近长得不错的啊 这个是 EPICON 对吧 你在这里边去再做筛选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啊 这个会员一般都知道的 很简单 第二种呢 就是 你看这种都很好 对吧 第二种呢 第二种方法就是 选了一种 也是简单粗暴啊 就直接创新高的股票 也可以啊 你直接创新高的股票呢 就 数量不会很多 因为 为什么也可以选这个呢 它市场太弱了 市场太弱的话 你这种 还能够 比较强势的股票 是不是说明很好呀 咱们也可以直接去选啊 你看 这个软件里边 有很多选股的功能 对吧 你把它 弄好了的话呢 就可以 有很多种 变着花样 给你来选 对吧 你看 直接 he the new high close it he the new high 然后直接选一下 也不多啊 选出来不多 但是你发现了 哎呦 真的是 走得蛮牛的 有的人说 都创新高了 还敢买吗 你要等它 回调结束的时候 买吗 回调结束的时候 对吧 你不要去追高就行 反正呢 它的大原则是什么 就是强者很强 市场弱的时候 你就得选强的 才七只股票八了 对吧 你看 这种股票选出来 多牛啊 那你就等它调整呗 调整的时候 进就可以了 对不对 它是有道理的 对吧 你说这种行情 你看这个 leform 上次我们也有个会员 也抓到了 对吧 那你就等一个回调 你看这个 这个也是啊 那没有回调机会吗 这不有吗 掉下来再次上穿 进贡带就是买电 再次上穿 进贡带就是买电 你看 庄家的操盘鞋 也穿进去 对吧 所以没有 没有 这个市场从来不缺牛骨 只是缺少 发现牛骨的眼睛 大家可以去看 还有就是第二招 交了第二招了 再给大家交一招 第三招就是什么呀 你说选了一招什么呀 本来是上升趋势 回调结束的买电 对吧 其实你看 这个我们刚刚说了 在 就是在这个 刚刚那个六 九十多只 这个股票里边 有庄家的股票里边 你选了一种 回调结束的买电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你看这种啊 这种是叫WCE 你看这种 它走的也挺好的 对吧 什么叫回调结束的买电啊 这边是属于一个 横盘真的完以后 这种买电 对吧 庄家再次进驻 是不是也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买电 对吧 包括你这个 九二九六这种啊 它没有创历史性高 但是它属于阶段性高 庄家50%选出来 你看啊 回调结束的买电 很好找的 这就是一个买电 这又是一个买电 对吧 调到这个线上 再收羊 调到线上收羊 都是买电 现在又涨了 你就等它调 调过来 你就买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都是比较好选的 所以大家记住了 这种行情里边 它不属于那种 有热点风口和赛道的 这种情况呢 咱们就需要干嘛呢 就是牛股策略 嗯 还有很多好的方法啊 都可以慢慢去分享啊 这个是公开的YouTube 就给大家去分享 这么多 但是呢 怎么样去推演 下一个季度啊 下一个热点 下一个赛道风口 因为圣诞节 一般都是有行情的 所以现在是属于市场 不太活跃 它可能就是 这个什么呀 行情来临之前的 这个弹劲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磨刀 可以少操作一点股票啊 磨刀一定要多多磨刀 除非你不想年底拿红包 好吧 我们的年底圣诞行情 我跟大家一样 都在继续等待 但是呢 我就说啊 并不代表 这个时候你连盘的 不要看 对吧 你看盘就是为了 更好的去未雨绸缪 所以这点特别重要 那你怎么样去未雨绸缪 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对吧 更细节的 帮我们去操作 对吧 第一个 大家可以来听 我们的这个课程 OK 第一个呢 我们在1月6号 在线下 KLCC来 这有个大型的投资会 这个大型投资会呢 会讲很多大宏观的 还有呢 整个2024年的一些 投资布局展望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想要报名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点击 视频下方的链接来报名 这个是远一点的 下一个月 近一点的呢 就是明天 明天呢 哎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 周的收盘 那么 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 这布局下一个礼拜的 这种课程 也有 明天下午四点钟 是在Voom的平台 好吧 给你去布局 圣诞行情的关键看点 所以再提醒大家 越是这种安静的时候呢 你就越不能掉以惊心 好不好 因为成功的人 少数的人 赚钱的人 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你看正常的股民就是 哎呀市场不好就不看了 哎呀市场好我就多看几下 对不对 你说每个人都这样子 谁赚钱呢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 在别人都休息的时候 你要磨刀 好吧 别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就已经躺赚了 但那别人要是追的时候 你都已经赚完跑了 对吧 这个叫先知先觉 缺不了我们要提前布局的啊 所以呢 明天下午四点钟的这个课程 也是继续为圣诞行情 去做一个铺垫的 那明天下午四点的课 本来是我们内部会员课的啊 我是开放了五个名额给到大家 毕竟也是圣诞月嘛 对吧 这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来领取 再一个呢 如果你手上有一些股票 没有好的工具跟踪的话呢 也可以来领取我们这个机构操牌APP 可以让你准确的看到你的个股里边的庄家的情况 还有呢 它的一个进场和出场的一个参考的指标都是有的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边的链接 来领取这一个炒股APP的体验机会 好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有学到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订阅转发我们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